看看新闻吧 王伟忠在往事只能回味中和我们共同怀念的青春记忆 如今回忆的春风再次轻浮 而王伟忠也将不再独挑大梁 因为和他一起难忘青春的大友人在 这部戏其实是一个很严重 我想说能够跟这两个这么严重 然后又那么有功底的大师合作 应该是我的荣幸 虽然王伟忠由于荡期原因没能现身发布会 好在赵哥的亮相还是让大家对这对欢喜原家的组合充满了期待 一部爷们儿十足的戏当然少不了美女的陪衬 女主角马路不是来当花瓶的 那段我们演夫妻那段是赵哥要被我打 而且是狠狠地打的那一种 对我有个要求是要用力打 对赵哥应该承受得了 没有你这小事 还没排呢我怕他把我伤了 等排了以后再说 马路下手究竟得有多重 我们还不得而知 答案就在4月4日的上海大剧院揭晓 左右时尚上海报道